明迪声响数十台单车奋力向前出发 由仲华民国富佑关怀成长协会所举办的爱在台湾希望无限单车还台公益活动 今年迈入第三年22号上午从台中市政府广场出发预计11天 要还台挑战1000公里 第一个帮孩子圆梦 第二个我们希望在借着这样的单车还台的过程当中 因为骑小踏车很辛苦 然后孩子他们可以培养不放弃的那份毅力跟坚持 那第三个虽然我们是弱势 可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 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孩子以弱扶弱 所以全程当中有五个地点我们都有在做公益活动 那小朋友他们都告诉我 他们要用他们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 今年一共有13名骑士进行环岛活动 其中有11名是协会辅导的弱势学童 还有两年前曾经自筹旅费来台参与单车还导活动的美国志工 今年仍然自筹五万多元的机票费 主动报名参与这次的活动 还找了好朋友一起来参加 住在美国的乌克兰人 我们是移民过去的 然后我之前已经参加过这个活动 我2013原本那个活动已经参加过 然后很想就是参加这家活动 我们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们 然后也是很好的运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遇到风 可能遇到雨 但是大家呢一致的目标 一定会呢雨过天气 然后呢不断的来前进 所以我要祝福我们所有的 我们的选手的 我们的这个单车的小朋友大朋友 大家可以那么一路平安 欢岛车队22号从台中出发 预计8月1号返回台中 沿途不仅要拜会地方政府的首长 还要举办公益宣传活动 希望透过活动号召更多的民众 投入关怀台湾弱势家庭血统 记者杨春帆台中采访报导